爸爸的話 敲醒了蕭淑慎 當時我進去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我爸爸來看 電話一拿一小時 就是跟我爸爸講說 我說沒完全啊 神經病 我爸那天很生氣 他就直接跟我的講 你搞清楚 你現在是五八四 你不叫蕭淑慎 從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什麼叫做懲罰 蕭淑慎的私房告白 為您獨家呈現 回憶起爸爸的話 蕭淑慎難過到現場內功 爸爸說 爸爸真的好想陪你 你要進去裡面服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想進去幫你關 蕭淑慎 你如果沒有好好做 你怎麼還得起 這樣子夫妻的情分